从2016年6月1日起,我省将房地、林曹海等不动产由分散登记实行统一登记,并开始发新停就。 截至目前,全省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证明1400余万本件。 近日,大连移动公司海上5G网络建设通过测试验收,实现渤海湾所有航线有效覆盖。 目前,大连移动公司已建成64个海岛基站,实现长海线13个有人岛屿5G信号全覆盖。 大连市日前发布次身养殖池塘水污染物的预防与控制要求,明确规定了次身养殖池塘围水的水质分级等内容,进一步规范次身养殖相关过程,这是该领域我国首个地方标准。 日前,教育部公布了2022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临选结果,全国10名教师入选。 来自我省的沈阳工业大学教师李青山名列其中,此项工作评选旨在重点培养政治素质过硬、理论功底扎实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。 本台综合报道。